终于明白 这一场离合悲欢 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 万爱前情 一直等到梦醒 想起最初你的真心 才知道要珍惜 爱愿如何 说拥有却是短暂 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 人生给予 各有起落不透 也许平淡平凡的心 才不容易伤痛 我早已一无所求 只是深深记忆之 美丽的感觉 依恋在我的心头 我早已一无所求 我早已一无所求 我早已有一无所求 可逐一无所求 这一无所求 我早已一无所求 好啊 好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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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那你呢? 我不饿, 我不饿 同干共胃才是好兄弟 对, 来, 我们一起来 好, 好 我以粥带酒, 干杯 这粥已经吃完了 咱们早点睡 胡老板说明天早上有批货 十万火急赶着运出去 咱们撕着容易起床, 赶到码头去 咱们才说那老鬼子去 咱们连他家的狗都不如 吃不饱, 穿不暖的 晚上大伙就挤在这儿 喂蚊子, 喂臭虫子 对 咱们就像努力一样, 自趣自有 上宫下宫, 就像败人一样 一点自由都没有 如果说迟到还要挨臭骂 你说, 我们是不是跟败人一样 是啊 老实说, 这老我呆过 这里的情况 比老里好十倍都不止 不管怎样, 咱们明儿个绝不开工 看哪鬼子 对 对 顶多一死嘛 是 对 对 阿彪, 我不赞成你的讲法 当初签约的时候 没有人拿枪逼着你签 男子和大丈夫在外面做事 最要紧的就是要讲信用 你们说是不是 对于不合理的事 我们可以跟胡老板争取 要他改善 对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他可能跟咱们对话才怪 在他眼中 我们都不是人 我们已经私欺做人的权利了 反正总有个例外 就看你自己争不争取了 好了 好了 今天晚上是中秋节 每个异乡人都赶回家去跟家人团聚 唯独我们身不由己 我知道你们心情不好 所以牢骚特别多 这样好了 反正你们睡不着 咱们出去乐一乐 好 出去 老鬼要知道我们四次出去的话 不宰了我们才怪呢 凡是我负责 我们又不是溜走 只不过出去轻松一下 大家不要怕 跟我来 好 各位 沈家班 精彩绝伦 威理想定的 大叔 不管你看了 好看 好看 大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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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小胖叔叫了一整天了 就来这么三四个关主来 难不成我们做赔本生意 那么喜欢的人 陪着他们两个玩 师父 不如叫观众退票 咱们早点回去休息 阿长 这场票不能取消 只要仍然有观众 咱们就得撑下去 师父 我知道我有句话说出来 您听了也许会有反感 可是我又不能不说 我们是不是得重新检讨检讨 好 早点解散这个杂技团算了 你说什么 师父 自从杂技团恢复表演以后 观众一天比一天的少 长久下去 不但赔了您自个儿 还要赔厂租 赔工人的工钱 你别说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不会退下来 我知道 师父 观众为什么对咱们缺乏兴趣 是咱们表演的项目不够吸引人哪 那你出去叫小胖 马上把项目更改一下 今儿晚上 在这压轴我们表演《空中飞人》 咱们两师主 各来相调 师父 您的腿还没好啊 你放心 好了 腿已经完全好了 可是医生说过 您不能再表演了 这说不可以啊 你看你师父今儿晚上 就要杂点医生的招牌 师父 你听我说了 你别再说了 你让是我的途径 你听我的吩咐 别再啰嗦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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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您是我师父 我才不能让您去冒险呢 子军说得没错 咱们现在自身难保 这么勉强撑下去 不但救不了别人 还害了自己 师父 我看还是解散了 跟上 你们一个一个都是祸能飞 你给我滚 我真出生没你这个徒弟 师父 来呀 来呀 来来来来 那把 替我准备一下 我要表演空中飞人 好 就我一个人 快 是 好 把小白替我叫你 是 师父 您不可以这样 你怎么滚 滚 姐姐 姐姐 快 快点去看看你老爹 我爹怎么了 表演空中飞人哪 这不可能 那还是这么几个人呢 老板 可能更改节目 宣布得太迟了 人家都不在意 是 老爹 马上给您颁退票 各位别着急 各位别着急 我们只是把票钱退各位 各位仍然可以坐在这看表演 就算是我们沈家门给各位的中秋贺礼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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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叫小白放庸人进来看免费表演 今晚上我们还得要特别败力 明天自然他们会去我们免费宣传 这叫一家便宜两家看 可是看着便宜 干活的可吃亏了 少啰嗦 快去 好快点啊 老板你快 快点 快点 好好好 马上开演 马上开演 各位 沈家门免费招待 绝技精彩绝人 来来来 免费 请进 快来 请进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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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上扫了 老板 老板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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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干什么一个一个 裤子的脸啊 不是去表演 又不是去宿死 爹 你还在干什么 不怕我们这第三下子的粗人 把你那个读书人给熏死 爹 你听我说 闭嘴 你们都给我听着 万一我有什么闪失 到地下去给阳王老子贺中秋 你们就把我葬在我爹的坟旁边 千万没见这两个粗人账我封好 要不然我就找你们算账 爹 你好好做一下嘛 这下表演由我来 从今天开始 我就有这个杂鸡团的班主 我的话就是命令 爹 爹 摆哉 你aki regret 你们在这还可以 是啊 这些音频 quiet 快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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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到齊了嗎 都到了 乾淨 是 我現在要當好飯店的定位 我給你們擺起工業 各位, 成家班, 年費招待 來, 請 快來, 快來 要不要看雜記 好 好 我們去找藏 你有錢 好 免費, 免費關手 來, 請進去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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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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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能不能試 來, 五哥 快 你怎麼樣, 怎麼樣 你們幹什麼 抓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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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非洲宣伐 爹 爹 你怎麼了 爹 你不要緊吧 爹 要不是你啊 老子早就一命嗚呼了 萊福啊 那真得謝謝你 還說什麼謝呢 如果不是我也不會弄成這樣 萊福哥 您別喪氣啊 我們在這兒總比我們那個宿舍舒服多了 爹 你來正好 來見見你爹的救命恩人 他叫張萊福 多謝張大哥 不要客氣 小女子君 沈小姐 什麼小姐大姐的 我聽不習慣 你叫我名字好了 那多不禮貌呢 爹啊 這個哥哥叫我帶來給你的 爹啊 我餓了 你能不能去給我弄點吃的來 我們先轉個房間吧 轉房 這為什麼要轉房 樓上的房間清淨一點嗎 是那個畜生的意思啊 不是 是我的意思 是我的私房錢 跟大哥無關 你放心好了 其實爹知道你是一番孝心 想叫老爹住的舒服點 這大房子有什麼不好呢 吃的免費住的也免費 還蠻熱鬧的 上次我一個人住一個房間 冷冷清清的 不好 我要留在這兒 我要留在這兒 對不起啊 樓上的房間不要了 來 找來胡 你太過分了 虧我看中你 讓你當個班頭 好在這些黃毛小子面前 賢賢威服 你這小子 不曉得知恩圖報 還在背後投我樓子 害得我給那個蘇財 那個王八蛋 罵得狗血淋頭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啊 胡老闆 這是意外啊 爆屁 意外 你偷跑出去是不是 來還是意外嗎 胡老闆 弟兄們知道 早上四點鐘要起床 心情不好 所以我帶他們出去樂一樂 想安撫一下他們的情緒嘛 你混蛋 你還敢給我頂嘴 啊 哦 我知道 你們想趁這個機會偷懶 是不是 走 等我起來 給我開工去 胡老闆 你心心好 他們不是斷手就是斷腳 怎麼開工啊 如果您真的要開工 我跟您回去開工 呸 你是什麼東西 你算老幾 什麼事情都替我做主 你以為我一定要賣你的賬嗎 好 可以 你以為從老大 我就成全你 我寧願陪著棺材 我也要讓你做到死 走 喂 你不要動 你偷偷過這個靴子 在洞館裡面的手腳的話 我會要你們的命的 你們在這兒 我回去了 好 爹 他們老闆怎麼那麼兇啊 唉 誰要牽下包襯器呀 誰就得要過這種啊 比黃人還苦三分的 自身難保的日子 唉 唉 這張來服自己簽呢 你們呢 你們的父母真忍心哪 小小年紀 我真是可憐哪 唉 真的一點線索都沒有 別提了 我在他們家鄉裡呀 就住在那兒 東打廳西拜訪 結果我身上幾個錢 你都快花光了 結果呀 一點頭緒都沒有 那個姓張那個老表青呢 那個老糊塗啊 他的腦袋已經不靈了 他連我都不認識的 我去的時候探說什麼 你們又來找那個通伯呀 啊 前兩天有個姓莊的 來刺探他 唉 你說他活不活動 毫無頭緒的怎麼查呢 沈警官呢 我看哪 這件事情也不算了 蘇煥萍的老婆 唉 對於李玉和 可是恨透了心了 唉 唉 說不定啊 他是存心報復 來個母在子環 我們哪 唉 起點贏得 現在事情就不要管了 那依我看呢 李玉大小姐的心胸 不會這麼瑕疵 那朱煥廷是為了保護她 才挨了槍子去世的 好 這個事情呢 我來想辦 這個月呢 麻煩你也幫了嗎 這你收的 這 謝謝了 謝謝了啊 唉 對了 朱煥廷啊 給我個玉佩 他說李玉和身上 也有愉快 唉 說不定會幫你的忙哦 好 那我告辭了 好 哥哥 唉 子君啊 這麼來 坐 怎麼樣 老爸怎麼樣呢 已經沒什麼事了 醫生說明天就可以出院 哦 對了 來 帶點錢回去 給老爸買點補品 看什麼 今天你哥哥我發了工資 這些啊 全是我的血汗錢 沒有別人的 儘管放心好了 錢我還有 你先收著 哥 幹嘛不去看老爹呢 他需要的不是錢 而是兒女的關心 唉 老爸脾氣一看了我就糟 他身體又不好嘛 我去對他看他的話 對他身體總是不妙 唉 那幾個生徒查到了沒有 你放心好了 我不讓老爸的血白流的 到底是哪一路的人馬呢 唉 你想想看 老爸的脾氣這麼糟 我都受不了 哪何況是別人 我看八成啊 是外面人結了樑子 我看八成啊 是外面人結了樑子 你呢 你的 三哥 怎麼就這麼點了 那怪你自己管理不當啊 不會用人 這有應得 可 可是也不是那麼少啊 我跟你講過多少次啊 你千萬不要對下面的人客氣 尤其不能心軟 你要是退一步他就進一步 尤其是外面那個劍骨頭 他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你給他一尺他就想辦法溜一丈 這個我也沒有想到啊 他那天在那一會兒就是要偷跑的 又碰巧出事了 所以他就騙你說出去溜一溜 開玩笑三哥 他要是敢逃跑的話 我會叫他命的 你光說不戀管個屁用 不不我聽說這個劍骨頭 他嘴巴倒是挺靈光的啊 難怪這次你差點栽在他手上 那三個線該怎麼辦呢 那你交給我調教好了 三天之內 我保管他整得服服貼貼的 以後再也不會給你搗蛋去 走 走 坐下 你知不知道你身為包生公 犯了什麼錯啊 你為什麼要擅離工作崗位啊 你知不知道你犯這個錯 我們要怎麼懲罰你啊 你怎麼不說話啊 你不是叫我不要頂嘴嗎 你倒是挺清話的 這都是你教導有方啊 滾 臭小子 那我就再教導你一下 那我就再教導你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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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icated 快走 走 快走 好 好了 好了 我看她面色太差了 太辛苦了 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躺下 好 好 我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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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这个剑骨头到时候撑不下去 都落出人命来 怎么办 你放心好了 老子有寻补房做靠山 这个剑骨头是个包身工嘛 死个塌跟死个蚂蚁一样 算不了什么的了 来来来来 张来福在哪儿 你们找张来福干什么 你是胡老板吗 我们是他的朋友 请问张来福在哪里 张来福在哪儿 爹啊 可能开工时间人家不方便 我们晚点再来吧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真的想找张来福啊 我告诉你们 他这几天不会回宿舍 你们少费点力 神神吧 为什么 他不回宿舍回哪里呢 好吧好吧 跟我来 人呢 在这儿 已经好几天了 张大哥 你怎么了 张大哥啊 怎么了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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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你怎么了 你这狗娘养的 你还是人不是 你马上给我放了 不然我就要你后来 干嘛你想造反啊 我跟你讲 也不是我关你这样的老子 再说那钥子也不在我身上啊 你没事吧 张大哥 张大哥 人都快死了你还不放人 不是钥子不在我身上啊 不是啊 你怎么打人了 搞什么 三哥 你来坐 这个人不能放 当时张来福签包身器的事 这位胡老板不是你 快把药是拿出来 不然关到寻补房吃亏的是你 补房 你别拿补房来压我 补房里面跟我成兄道弟的人多的是 是 三哥 我看这样下去不太好 又看这个张来福快撑不下去了 这万一闹出人命来 这个赔口棺材事项 这损失人力是大 也别再跟我啰嗦啊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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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啰嗦什么你 再啰嗦跟你拆伙 打名其他 你工人别到码头来干活了 三哥 三哥 千万不要 你要帮帮忙多照应照应 这个 这样子好了 张来福这个人我交给你出去 随便你怎么样 你打死他我都不管 可是 千万就不可以拆火啊 好一伤猴子 快把鸭子叫出来 不然只是你们脑袋 呸 多了你个脱呆子 你再说一句 爹 你们赶快走吧 别多管闲事了 免得自讨苦吃啊 爹啊 你冷静点 这位胡老板说得对 现在跟咱们非亲非故 咱们犯不着 算了啦 这件事老子管定 当来不是有不跟你我 我不能见死不救 爹啊 各家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瓦上霜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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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啊 对不起啊 打搅了 干什么还要跟他说这句话 你看看你看看 走了吧 放上去 墓场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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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准备去玩另外一台把戏 来不来凑醒 这台把戏要是胆子小了可干不了 你要是不敢去呢 咱们父女可不勉强 师父 到底怎么回事呢 快点 西川 你拿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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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 水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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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快 加油 快 加油 快 加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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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去 男生要见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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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想见着她的手下 我马上找她们来 请沈寻官到楼上坐一下 哦 请 这里面是谁呀 哦 建炉头 别人 请吧 苏三强 紫云姑娘 她醒了 哦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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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可是翻不过 要躺在床上好好的休息休息 这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呀 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 你这次能够逃出魔掌了 应该谢谢我们这个 自有双前的紫云姑娘 这位是封三爷爷 这儿是他的家 我们怕苏三强会找上门来 所以把你安置在这儿 哦 谢谢你 沈姑娘 冯夕 你救了她老子 她就是下游锅上刀山 也是应该的 对吧 我爹把你这个救命恩人啊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不救你啊 我这一辈子耳根子都不会亲近了 好了好了 别唠唠了 你你先回去我留在这儿打点打点啊 你慢慢的休养 明儿见 明儿见 沈大叔 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废话少说了 你的伤可是不轻哦 你要好好在这儿休养 等你安心休养好了 我也就安心了 嗯 你 你知道不知道 子君啊 糟了 苏三强找人们来了 不是苏三强 是你哥哥 我哥 子君啊 你终于回来了啊 找我什么事啊 爹到哪去了 你找我还是找老爹啊 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 你说什么啊 我问你 那姓张的包生宫 到底藏上什么地方啊 这个案子 现在由我父子了 那新湖的包生宫老板跟我讲 他在那姓张的包生宫失踪前呢 有一对在爱多禄 大喜鹏表演杂耍的妇女 去找苏三强理问 要苏三强放人啊 他说得不错啊 那对姓张的妇女 就是我跟老爹 那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证据呢 你拿出证据我就教人 子君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这老爸糊涂 你跟他一起糊涂 纵火行凶罪名不清啊 你在跟法律挑战呢 你别跟我谈法律啊 法律都是有钱有识人说的 咱们穷人更不配谈 你想得那个姓苏的 怎么折腾人家吗 那个姓张的包公 他身上没有一寸地方 没有伤痕的 我打听过啊 这些年来死在苏三强手上的工人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你干嘛不执行巡官的职务啊 把这个伤人犯定罪啊 你说这些我都不知道 那你干嘛不仔细调查 如果你敢替死者出头 我可以替你找证人 怎么样 妹妹 最好呢 不要让我找到总统的证据 要不然到时候 我也保不了你 你这是警告还是提示 虽然我不比于创世有才是 但是我比他有智慧 你一定抓不到证据的 你尽管放心好了 好 爹 凤三爷爷 都熬好了 都熬好了 您再玩会儿吗 我去热一下 我 这子君姑娘 真是世界上万人之一的 又聪明又漂亮 又能干又孝顺 成了成了 别再夸了 你怎么起来了 我没事的 你在写什么 我写封信回家 我好久没写信回家 怕家人担心 你先把补汤喝了 我帮你写 不用了 没关系 我帮你写 来 谢谢你 别婆婆妈妈了 怎么 写些什么 我在上海日子过得很好 老板待我 亲如子侄 是 怎么你发生那么多事情 要瞒住家人呢 不是 如果让他们知道我的情形 他们一定很担心 我一个人受苦就够了 我不想连累他们 你离家的时候 你父母一定很伤心哦 我想不会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签了十年的包身器 你为什么签十年包身器呢 我需要很多钱 你为什么需要很多钱 我烂赌 签了一屁股债 所以 我不信 你 你不是这种人 你还不了解我 算了 你不肯说实话 何必把我当傻瓜呢 在写什么 写我现在很忙 没时间写信回去 好了 你不要说了 我知道该怎么写 反正都是假话 我替你编排 不是更省工夫吗 你的天哪 你不肯说实话 你却不肯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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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他自己的人 还不肯说实话 你的天哪 晌ņ和尚不肯说实话 你的天哪 我才能受到自己的工作 也并无相对 我带老虎 把你上轻的生活 你不肯说实话 也不肯说实话 你看 сделать 沈尋官,你在等我啊? 什麼沈尋官啊? 你不認我這個哥哥了? 我以為你拒絕承認我這個妹妹嗎? 你呀,就會惹我生氣 你是不是找到證據了? 那幾個搗亂雜劇團的人我已經找到了 你想把他們怎麼辦?儘管他說出來 我呢,替你出口氣 我又不是法官,我沒權主宰他們 你把他們送到法院去 交給法院?那太便宜他們了吧? 乾脆這事情交給我來辦 我替你拿出 你想拿他們怎麼辦? 進尋官,進尋官,有沒事嗎? 我問你,隨便抓回那幾個小子跑哪去了? 是他揚鬼的律師提案辦保釋手續 知不知道誰委婚那洋鬼律師來拿人的 他不肯說,只是說他當私人的好朋友 你… 等你很久了 好 我告訴你,你對我禮貌一點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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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該有禮貌的 當尋官的果真語東不同啊 是不是你阻止他們 破壞了雜劇團 砍傷了我父親 能在上海租界當上尋官 就可以證明你是個聰明人 我相信你比你妹妹容易說話 對嗎? 你到底想怎麼樣? 事情很簡單不過 如果…我見到你妹妹就可心了 叫她三天之內離開上海 不然不單是她老子 連你這個做哥哥都沒好結果 走 哦,對了 現在是十點多了 三天之後這個時間 如果我還見到你妹妹在街上逛頭 後果怎麼樣? 不難想像啊 好… 來了… 來了… 沈尋官 大小姐在吧 在…在浩月 跟我來 你臉怎麼了? 哦… 都過去了 不用提了 到底怎麼回事嗎? 朱小姐 我想請你替我妹妹幫個忙 如果你答應我這個忙的話 我審訊是這輩子任你拆遣 你妹妹怎麼了? 我想請你替我妹妹出頭 辦兩件事情 第一呢 容許她繼續留在上海 第二呢 保得安全 是否創世又找你面麻煩呢? 你的臉是創世弄的 這個小兔神 我外公的家身 都被她一個人給敗壞了 走,我帶你去找我外公 朱小姐 你外公的脾氣 你又是不知道 讓她知道的話 你表弟的命都難保 她只是想出口氣嘛 罪不至此 好歹,她怎麼外公的孫子啊 她一而再再而三日早已麻煩 你不但不怪她 反而替她設想得這麼周全 你到底是 有什麼居心啊 是想貪我們住於兩家的便宜是嗎 朱小姐 朱小姐 你讓我說實話 你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從認識你以後呢 我總覺得 跟你外公會成為親人 我不想讓她絕後 更不想跟你表弟結怨 你妹妹的事 你儘管放心 李媽 幫我送死你尋規 好好好 告辭了 你怎麼下床來了呢 我想出去走走 回去,回去了 我沒事 來,坐下 你聽我說啊 你先把這碗燙藥喝了 待會兒我再替你換藥 不用了 怎麼你比大姑娘還要孩子啊 好,我不碰你啊 我叫爹來替你換 不要麻煩你爹 我自己換就行了 我想出去 鬆鬆筋骨 整天呆在床上 煩都煩死了 醫生說啊 你的傷勢比別人好得快 還在你的身體底子好呢 醫生的賤肉 當然跟一般人不同了 你不要這麼喪氣嘛 都說 您欺白頭風 末欺少年窮 說不定你將來非黃騰達 出人頭地呢 可惜我已經不是少年了 你身體這麼好 將來一定償命百歲 你有的是時間嗎 說真的 我並不希望 變得非黃騰達 我只希望能夠吃得飽 穿得暖 好好的孝順父母 我就滿足了 只知道你的身體比別人強 想不到你的志願比別人小 這叫量力而為啊 像我這塊料能吃得飽穿得暖 已經不簡單了 世上沒有多少男子漢 可以像你一樣的滿足現狀 他們一輩子都喜歡 往名利場中鑽營 你說這句話 是在公為我還是縫促 依你看呢 好好的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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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默 星期兩就請 你一輩子都喜歡 閉嘴 你一輩子都喜歡 你一輩子都獎 我一輩子都喜歡 你一輩子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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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哪兒子 坐吧 偏偏帶不去多少神奇異弄 頓落會誰相遇 不打擾擾嚷嚷人間 同看一回窗前圓中花真紅 哈哈 命令如黃涼魔 青子又何曾流出水 放手讓一切走 英雄情衣不應流淚 江湖道多风波 空望险云他自在飞 归故心茫然可与谁相对 万里风光不息 人情悠悠深深春心 偏偏带不去多少神奇异论 春落会谁相遇 不道扰扰嚷嚷人静 同看一回窗戒远中花震佛 万里风光不息 尽情悠悠深深春心 偏偏带不去多少神奇异论 春落会谁相遇 不道扰扰嚷嚷人静 同看一回窗戒远中花震佛 沧陶寺 沧陶寺 so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